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是由朴永瑶直白 面对强大的对手也是下的是有板有野 而且是不急不躁 现在刚才白棋拐 厚实的拐住 对黑棋发动一些攻击 以后就是说先把自己走后 准备对黑棋这块固棋发动攻击 那么这个时候李长浩的风格 也是稳健的风格 他走了捕了一手 捕了一手 其实这手棋从事后来看 确实是缓手 有问题 这个棋但是就目前的局面来说 李长浩走出这个 也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一手 很正常的一手 这个也是很有道理 因为这块棋毕竟有点有些薄 这个补一手加厚 也是普通通正常的下法 如果不是白棋抓住了机会 我们从事后才知道它是缓手 其实正确的下法 这个时候 黑棋就应该接上 把这里彻底的走后实 虽然这里也不见得有棋 但是把这个走后实了 让白棋少了很多的借用 这个其实也是间接的 支援了黑棋这块棋 就是在白棋没有别的地方 没有什么太多的借用的情况下 这块棋黑棋涨时还不是太怕 比如说你正常的白棋点的跳 那么黑棋就跳 逃跑或者说是小尖逃跑 在只有一块孤棋 而且白棋外围没有什么明显的借用的情况下 黑棋涨时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那么这手棋这样的话 还是一盘非常漫长 比拼功率的棋 比拼功率的棋 这样才是正确的下法 而实战这个虽然是缓手 但是如果白棋没有抓住机会的话 这个反而有可能就会变成好棋 那么这时候朴文阳非常的机敏 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 给黑棋充分的给了一个很强的打击 那么白棋现在挡住 先打一下 打一下的目的本身也是先手 这个黑棋需要补一手 这个更多的目的是把自己走后 这两个木树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个现在脚更加的厚 好 那么这时候 白棋冲出 黑棋断 白棋在这里寻找到了战机 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 听得明白 我们先把大致的结果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个地方本身是没有棋的 没有什么棋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黑棋的空 黑棋的空 那么白棋这样去走 在里面 大家注意 在欣赏过程中 就要有这根弦头到里 白棋在这个里面 损失再多 或者说是全部死了 都关系不大 因为本来就是黑棋的空 那么呢 我全部死了 我也呢 也只是多 你多吃了几木棋 那么如果 让你多吃了几木棋 我在外面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便宜的话呢 那个就是说 完全呢 这个是死得其所 有时候这个是弃子的基本的这个思路 就是有时候不要怕死这些东西 因为本来呢 你要想得开一点 本来就是你的空 那么我在里面折腾 折腾完了虽然损了一些 但是我只要在外面 有一定的补偿 那么我呢 我就不亏 那么有了这个思路呢 以后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白棋 下面的这个招法 是怎么样 利用这个气质呢 来作战的 首先白棋冲 黑棋势必要断 白棋呢 就朴实了 这个拐啊 这个是必然的 黑棋呢 肯定呢 是得退一个 然后啊 这个时候就不要是想着 老是想着 哎呀 我去怎么做活啊 比如说 哎呀 能不能拖一个做活啊 啊 是吧 他走就退 哎 是不是有可能能活呢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黑棋啊 一个是可以 长行 来杀你 由于这个增子 现在是呢 黑棋有力啊 这样的这个 还是比较复杂的 啊 这个变化呢 这个白棋不见得便宜 所以白棋可以打 贴 黑棋针 是吧 白棋走 可以打这个 尽管你 打这个可以 这个是化解这边的增子 但是呢 形成这个转换呢 白棋啊 也不见得这个 得力啊 也不见得力 因为这个走完以后 搞到这块棋 又变得非常的危险 虽然这里获利呢 不小 这个白棋呢 这个未见得便宜啊 未见得便宜啊 未见得便宜 而 退一万步假啊 退一万步假 即算你脱退啊 这个白棋加这个的时候 黑棋就厚实的沾上 让你度过 你也呢 就是便宜 没什么便宜 度过以后 木树啊 虽然得了不少 得了一些 一个呢 黑棋外面变厚了 第二个本身 毕竟你也是花了一手棋 作为白棋来说啊 也是花了一手棋 一手棋 是吧 得了 抛开这个黑棋的后室 你这里局部呢 也就得了十多木棋 等于是后手得十多木棋 还要损失一点这个后卫呢 不见得便宜啊 因为这个黑棋就接下来连班 然后白棋也是非常头疼的 所以这个如果官想着去活 这个就不对了 那么呢 就要想着呢 实际上把这些纸死了 是要想着留下来呢 一点这个借用 那么这里白棋 其实下得很通俗解明 打吃 然后就最朴实最朴实的压一个 对 这个下的是非常的这个紧 这样呢 这个黑棋啊 反而蓝板 现在不能长了啊 现在再长的话呢 这个情况不一样了 这个脱退以后 由于多压交换到了这个 脱退了以后呢 白棋加都不用加了啊 这个很直接就可以跳了 这个对杀呢 这个黑棋啊 这个不利 那是不利 甚至于白棋 先压也行啊 这样呢 黑棋呢 这不利 黑棋 这里啊 不能老跟着走了啊 你就是你走这个 甚至于它 它不先动那边 先压一个也行 你不然被它搬进去的话 这个长又白长了 所以 这个黑棋一看呢 还是只能啊 这个 赶紧收器 团住 这个也不能往外虎 这个虎是虎不出去的啊 大家注意 这由于 这个白棋长也是先手 这个刺也是先手 这个白棋 简单的啊 把你这个 夹住就可以 你等于回头还得收器 那么这两个就有交换呢 就有可能呢 亏损 啊 有可能亏损 所以黑棋干脆 老老实实的收器啊 尽量 想减少 这个 白棋的这个利用的手段 但是在这里呢 呃 飘鸿崖呢 下着也是非常的这个细腻 啊 这个 气质 是 大的方向啊 这个大的思路肯定是 确定了啊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这个思路 也明白了 但是呢 你要去完成这个任务啊 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执行力 那么这个执行力呢 就是在这个行期的这个次序 行期的计算 还是要精准的啊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朴棍崖是怎么巧妙的啊 去完成这个气质的这个任务啊 把子力呢 发挥到呢 最高的限度 这时候 白棋啊 很爽 有一打车 但是如果啊 拿起棋子就趴了一打 舒适舒服了 但是这个味道啊 还没有利用足 那么这个时候 朴棍崖下的确实是非常的这个细腻啊 先脱 这个时候先脱一下 把这个子力啊 要发挥到极致 这个时候呢 时机是比较巧妙的啊 因为 这个呢 黑棋现在这时候 趁着它不能扳 因为扳的话呢 白的这个保留这个打车就起到作用 它可以什么呢 挤在这里 这个黑的呢 不行 你吃 看上去很损 但是这一打吃 黑棋就已经是痛苦半天 从心情上呢 是想要提掉 但是你提在这呢 这里有备多打一下 然后在这一吃 这个都快先手活了啊 你吃这个 这个地方出现问题 只能打在这 这个白棋做活也行 给你杀气也行 白棋由于有这个打呢 气还是挺长的 那么如果 我打吃的时候 你不提在外面啊 粘在这里 粘在这里的话呢 那么 我这个打吃的先手 依然存在 就外面损失呢 就不大了 那么里面的这个文章呢 做起来呢 也还是很多 所以黑棋这时候 不能搬 在白棋拖的时候 黑棋不能搬 只能呢 哎 搬在里面 好 那么这里稍稍便宜了一下以后呢 再白棋 再打吃这个啊 这个很细腻 这个次序 这个拖的好处 是什么 那我们大时候一会儿 就会知道啊 这么走 这个地方 以后还有 哎 很舒服的滚打 但是呢 这些 别着急 啊 这时候白棋就平平淡淡的 哎 先跳一个 后手 啊 流水不争先 即使落个后手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通过棋子以后 白棋外面 已经可以说呢 几乎是完整的包围住了黑棋 就形成了这个外式 那么形成了这个外式 无形中对黑棋这块 孤棋 也呢 有很大的这个压力 也有这个很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黑棋啊 还是相对来说 就是明显的 有一些这个困难 一些困难 那么 这样 有了以后呢 这个黑棋啊 这个如果单纯的再去补当官 不好啊 由于时时刻刻这里 还有滚打的这个讨厌的这个地方啊 如果你拐呢 白棋还有这个沾上的变化 注意这个里面到时候一弯 又要出事情啊 沾上以后在这一弯 这个非常的讨厌 如果你提掉呢 那么白棋这一打赤 这个看起来是从心情 各方面来说啊 这个白棋都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黑棋趁着这个时候呢 先拐一下 希望你白棋跟着硬一个呢 缓解一下 把这个白棋的这个 愉快的漏打呢 给削掉 那么这时候白棋当然不会啊 这么老老实实的跟着硬了 那么白棋这时候呢 在立啊 继续利用这些食指啊 充分发挥他的这个余热啊 那么立的时候 黑棋要挡住井气 白棋这时候在退啊 你不能着急的去井 这个井呢 那么白棋可以团在这里 这样呢 虽然你是把它封住了 这个也很厚实 但是呢 这个食指啊 利用的还不够 啊 比方要认 就是说 利用的呢 认为利用的还不够 白棋还可以继续深挖掘 啊 把这个文章给做足了 那么先退 黑棋呢 这个时候团呢 是最强的杀招 如果去点这个 那么这个杯一段啊 这里面要出问题 要出问题 因为不管你怎么走 啊 他这个打总是先手 打完了以后 可以充分利用这个食指 那你打这个呢 这样 这个里面啊 还是明显的 要出棋 所以退的时候 黑棋团这个 是紧气的 好手 不过当然啊 这个一切啊 也呢 就是说呢 在白棋的这个掌控之中 那么白棋再一户啊 这个食指真是 利用的这个是非常的好 这里 边的便宜 先保留着 那么这个脚上啊 又要给黑棋制造呢 很多的麻烦 那么黑棋 现在当然只有力 这收气 白棋再粘上 黑棋 斑 那么这时候呢 白棋再断 这个白棋已经把这些 可以说 把这个细微的这个手段 发挥到了极致 极致 嗯 我们俗话 按中国的俗话说 就叫罗斯可里做道场 这个肯定是 这个 李长浩啊 是可能是非常痛苦 按道理 这种小巧的地方 应该是他的强下 但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对于这些 基本功啊 都非常的扎实 那么断以后呢 黑棋没办法 只能打这个 不能 退 退呢 白棋就贴着你走 你这样走了以后呢 这个气不够了 啊 因为你再去走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白棋可以啊 送一个 那么 那么这样呢 就 黑棋要差一棋 要差一棋 被吃掉了 所以黑棋 为了保住 对白棋 这一块 棋的那些呢 那只能打在这里 黑棋长 白棋长啊 黑棋长 那么好 这个啊 气你是杀 赢了 那么我的这些先手 依然是存在的 是吧 依然是存在的 这边借用还是 便宜 没有丢失 而在这边 经过一连串的交换 大家现在可以看出来 黑白棋 又白白的多出一个 搬过的大关子 黑棋挡不住了 本来搬了 黑棋肯定挡住 但是现在一挡住 白棋一叫吃 是吧 这个跑了 那么作为这个 以后来说 关子的角度上来说 黑棋只能走团这个 那么白棋很显然 利用这个食指呢 在这边 以后又留下了 很大的这个 关子的便宜 那么有了便宜 但是呢 不要着急 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说用 次序紧张 来形容这个飘涌窑 这下的是非常的 这个好 有了便宜 这个有的其实 哎呦这个爽 很舒服 木属也很大 但是呢 这个 平红窑也是非常的冷静 他认为呢 就是说呢 中央的厚薄更重要 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可以打吃 或者就是说 把形式搅乱呢 就打这个再冲 给大家看的轻一点的变化呢 就是这个啊 这样的黑棋呢 就全联通了 全联通了以后呢 整体呢 就变厚了 变厚了 这块枯棋呢 就是说完了呢 再也不用欠账了 同时这个虎呢 也有木树的价值 以后呢 还有这个搬的手段啊 这个白棋呢 有点这个稍微啊 这个兴奋过头了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朴文尧呢 他依然呢 是不急不躁 啊 依然不急不躁 还是选择后世的这个搬注 由于有了这一串的这个交换 这个搬注呢 也变成了这个决线 绝对线索 这个不走不走很简单的 这个一打黑棋死了 打吃完了一挤 这个不用搬了 就直接挤就把黑棋呢 挤死了 那么呢 黑棋 当然这个时候呢 黑棋补 它可以呢 效率比较高的呢 补在这里 补在这里 补在这里啊 补在这里啊 补在这里 那么呢 不过这样啊 白棋呢 这个斑呢 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变化 把这个斑呢 又变成了这个仙手 变成了仙手斑 那么白棋把这个走完以后啊 然后再从这里顶收起 这个刺续紧张啊 这个要走掉记得 如果不走的话 被黑棋打吃到了这个一下以后呢 这个背肩 这个 这个白棋啊 还有点头疼 只能退让 一退让呢 这个木树呢 已经亏了 但挡呢 又挡不住啊 所以这个 瓢鸭 这个是 丝丝入扩啊 再一顶 把这个气收住 粘上 这时候呢 这个棋 就不要走了啊 然后现在通过这个一一连串的这个气质啊 白棋呢 把外围呢 走得非常的厚啊 非常的厚的话 自然也有木 同时呢 接下来啊 还可以痛快的这个来攻击这个黑棋 而作为黑棋来说呢 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里面呢 虽然吃掉了白棋这些子 但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大家回想一下 实际上呢 本身就是黑棋的空啊 虽然增加了一点 但是增加的呢 呃 非常的有限 那么白棋外面全走后以后呢 这个可以对黑棋发动攻击 还有一个我们的老吊虫塘 就是这个棋死了 我们当然知道是什么呢 劫柴还很多啊 这些滚打都可以 当做呢 劫柴来使用啊 那么厚了以后 我们看看它的威力 小尖 然后白棋 这个可以说是 呃 白棋的是下法 如果不告诉你的话 好像 不告诉你们黑白的话 好像是 大家觉得应该这个白棋 应该是李昌浩的风格啊 那么不让靠断 那么就一顶 这个眼位呢 再逐渐的被破坏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不 瞄着这个 断点 是吧 那么白棋呢 以后这随时 这一般 啊 就可以把这个吃下来 这里都是利益 同时由于厚了以后啊 这个 现在 实际上是黑棋 白棋一点 黑棋呢 也只能退让 啊 因为你这个立下去 对黑棋 对白棋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被这个 白棋活了的话呢 这个木树反而亏了 所以呢 这里也只能做退了 然后白棋在一半 可以说啊 这个通过这个弃子 把自己走后以后 得到一点 不多的利益 就可以呢 兵不血刃的啊 几乎可以说是 兵不血刃的 获得了这个 优势啊 获得了这个优势 而且这个地方 这有颗子 而且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呢 这个故事啊 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这个 到了后来啊 我们接着摆下 后来呢 在收官的时候啊 白棋党是一个正常的大官子 这个 黑棋呢 也不能跟着硬 那么这个党了以后呢 白棋啊 即使到了这个程度 还是有呢 这个 好的文章 可以做 以后 白棋打赤啊 这个也是实战的下法 但是不是现在下的 我只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虽然死成这个模样了 但依然呢 还是有借用 然后 这个一般 让这个 黑棋啊 这个 痛不欲生 简直就是有点 结果 黑棋弯一个 白白的 这一爬还是先手 白白的这个 亏了目不肯 李长浩呢 最后是愤怒的打上去 不过呢 你打上去的话 白棋在这个里面 还是出了棋了 可以挤这个 这个就是后来实战的 得实战 当然不是现在下的啊 就是说 那么你只有站上 是吧 然后呢 我再一吃 走 那么 那么 再一次 再一次 这个 出棋了 由于 这个节 黑棋 太重啊 白棋打外面也可以 这个黑棋 没什么好抵抗 可能是这样 这个是最后 后来啊 这个最后 关子收出出现的 这个图形 也就是说呢 白棋啊 把这个充分利用的 实在是太充分了啊 这个有种 春长到始 四方劲的感觉啊 这一点都不浪费 一点呢 这个 都不耽误 嗯 那么呢 这样以后啊 形成 这样的局面以后 这样白棋呢 可以说是 取得了啊 这个 是这样的市场啊 白棋取得了呢 这个 优势啊 虽然这个优势啊 也并不是特别大 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这个棋呢 由于优势的一番 白棋啊 这个全盘还非常的厚实 这个黑棋呢 很难找到 这个逆转的机会 啊 逆转的机会 这个 如果就是说你领先的多 但是你薄或者是有 有 有这个 节征啊 什么东西啊 那样呢 还不一定 这个优势不大 但是呢 我们俗话就是 赢得不多 但是赢得很铁啊 那么 这盘棋呢 最终呢 朴文尧啊 中国这个 这里 细腻的次序啊 这个气质 获得的便宜呢 积累的这个优势呢 这个 暴冷啊 当时可以说是 暴冷呢 战胜了这个 呃 抢手 李昌浩 毕竟那时候朴文尧也才武断啊 还年轻 嗯 这盘棋呢 但是也充分显示出了朴文尧的功力 完全是 可以说呢 赢得是堂堂正正啊 漂漂亮亮 而这里的 白棋的这个 细腻的这个 琴棋的次序 是值得大家 一定呢 就好好的 这个去学习一下啊 下这个次序的重要性 本局呢 一览无疑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